城墙上的水闸你见过吗 我现在是在南京明城墙脚下 这里有一处600多年历史的明代早期水闸 它的一端是高约30米的南京明城墙 那另一端是南京古代的一座湖泊 燕雀湖的遗址 如今它叫做乾湖 在600多年前 燕雀湖的湖水就是从这里流入的南京城内 我们眼前的这段条石建筑 就是当年水闸的残存了 它叫做半山源水闸 它突出于明城墙之外 数百年间隐藏于湖水中 直到1997年 乾湖这段明城墙发生了塌坊 形成了一个大祸口 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了它的存在 当年燕雀湖的湖水 就是从这里流入城墙下方的铜寒馆之中的 我们之前在五标闸水闸 见过这样的铜馆 直径大约有一米 完全可以钻一个人 所以建文帝从水路逃出南京城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 如今水闸口的闸槽已经被石板封堵起来了 这么重这么大的条石 你看切割得多么整齐 当年刘伯温按照朱元璋的命令 舔了燕雀湖而坐的南京民故宫 我身后的这一片乾湖就是当年燕雀湖的残留 它主要是给玉带河提供城外的水源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引水入城 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水闸门关上 根据记载南京名城墙上的通水口 有水闸两座水关三座水洞17座 共计22处连通了南京城内外的湖泊河流 所以说南京名城墙真的是设计精妙的伟大建筑 我们下期见